在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来自一线的基层代表人数明显增加 会内会外记者都能看到他们为民立言的忙碌身影 来看今天的祝会日记 上午小组会议一结束 被称为小巷总理的居委会干部朱国平代表 就来到浦东新区代区长李一平代表的房间 向他转交一封群众来信 反映浦东一些乡镇外来流动人员超声现象严重 管理存在着空白 在认真听取朱代表的反映后 李一平代表当即表示 关于浦东某些乡镇出现的这类问题 向尽快责成浦东涉发局等部门研究解决 刚结束于李一平代表的谈话 朱代表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胡平熙代表的行间 这次他是要提资面人员反映银行印第存款 收取10%手续费过高的问题 听完朱代表的反应 胡代表表示 这一问题实际上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对特殊群体免收手续费的政策也正在孕阳中 我们也在考虑这个事 对 总更不常讲准备是搭建平台 推出你追门这个劳保卡之类的支付工具 解决异地的汇款 这样的话就不存在收费的问题了 在人大各个会场 许多基层代表畅所欲言反映民生 而且他们关注的这些民生话题 涉及方方面面 作为全国两亿多农民工的代表 作学型代表呼吁要让更多的人 来关注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重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这个出台这有关 就是说这个保障基地的同时 在之后的这种一系列的监督也好 还有就是建立这种 维护这个农民工合法权益这个力度上 就是说能不能够加大一点 来自工厂的礼宾代表建议 因改变对技师的评定标准 避免有证书但没有能力的尴尬现象 社会感到技能性人才的鉴定 要侧重于实际 就是要看他在生产现场上 在实际工作当中的成果怎么样 文艺界的西美娟代表 在关注精神文明 他说大家都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提升整个城市的软实力 我们这个社区或者这个街道 或者这个群委会 我们能不能做到 在我们这个片里面 没有一个人穿着睡衣上大街 这些来自基层的代表 虽然话语朴实 但真切地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替民所想 为民立言 解民所忧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 基层代表同样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第二次 感谢观看